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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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 求求你放了我吧 道长 求你了 道长 道长 休想逃脱 你 住手 你坏了我的大事 此要已吃掉了九十九个童男童女 再吃一双 再吃一双 再吃一双则得道 便是他将天下无敌啊 令一啊 我好不容易才补到 正要为世人除害 却被你给放了 什么 此女是妖怪 其之一般妖怪 他旧取天地精华 又取同男同女之灵性 我跟踪数日 方才补到 道长不必着急 量他也逃不过道长手心 正所谓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谈何容易啊 如今 就是斩他的头 他也能顿地而去 现在 只有抛心 才能置之于死地啊 哎 今日 你惜一命 而放狐归山 不知又要有谁家的小生灵 要遭涂炭啊 那 哎 道长 哎 哎呀 老爷 你可回来了 小少爷得了怪病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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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 他病了 那个夫人急的 三天三夜都吃不下饭了 您快看看 真无头儿 哎呦 倒露 碰了谁 不行 你是偏偏就偏偏碰着老爷 钟儿 钟儿 怎么 看 大夫人 哪 王 你是谁 弟弟 忠儿 你醒醒 忠儿 你喝点水 忠儿 弟弟 你可回来了 你快看看弟弟吧 忠儿 相公 你可回来了 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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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儿他究竟得的啥病 老朽活了弱大年纪 你还没有见过此种怪病 对不起 老朽无能告辞 告辞了 大夫 等等 等等 夫人 算了 不要强人所难 这可怎么办 忠儿 这可怎么办 忠儿 我怕 娘 我怕 娘 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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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你也是 你这家伙子 老朽 大夫 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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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只是觉得先生好像有些面熟,但想不起,好像在哪儿见过。 大人见怪了,小生从未来过此地,怎么说有些面熟呢? 那,我能否看看病人? 你... 在下已报过姓名,看来大人是信不过我。好吧,告辞了。 先生,先生,刘波。 先生,李某怠慢了,多有得罪,请见谅,见谅,来,快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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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儿 爹爹 爹 不看 爹 不看 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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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忠儿 忠儿 爹爹好了 爹 娘 姐 忠儿 先生 来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李某这相有礼了 小公子病邪虽已除 但因酒病正气不足 尚需吃几滴药养养养养 先生说得极是 就请先生这边开药方 好 忠儿 忠儿 你好了 可把为娘吓死了 爹爹 你好了 先生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先生 先生救了小儿的性命 李某尚未答谢 先生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 李某孤身一人 四海漂泊 基因本身外之物 不劳先生挂齿 先生高风亮节 李某甚是佩服 不过先生也得给李某一个报答的机会 救人于痛苦之中 本物天职 何言报答二字 李先生不必了 先生 先生 请在韩社暂住几日 等小儿的病痊愈了 先生再走不迟啊 就请先生留下 这 先生 先生 先生你就留下吧 先生别走 先生别走 多有打扰 好 我这就叫人收拾相防 先生请 请 我这就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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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用何药 赵方许药 好 看 走好 没事了 你再吃几副药就好了 夫人 药来了 众儿 妖怪 哪里走 道长 道长且慢 有话好好讲 何必动武呢 李先生 这就是山中那个被你放过的山妖 李先生 你仔细想一想 如今有化作人形来迷惑你们 休要上当 道长 道长 慢来呀 余先生救了小儿性命 他并无恶技 先生 此话差语 俗话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妖字是妖 怎么能改变痴人的本性 道长慢来 先生不是妖怪 是好人 你走吧 莲儿 修得无礼 修得无礼 既然道长苦苦相逼 愚蠢告辞了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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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走 二位住手 道长慢来 李某自有道理 先生 不要心慈手软 这妖已经吃了九十九对同男同女 只差你膝下这双儿女了 就将得到 到那时我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你后悔完疑 秀婷的一派胡言 但是愚蠢一亲救小主人性命 并无半点恶意 致隐家父造女一道长有些过节 就苦苦相逼 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你明明是妖 欲吃这一双小儿女 休得巧冤生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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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 道长请走吧 我家的事不劳道长费心了 先生 请听我说 李庸 送客 道长 请吧 先生 闭 走吧 你不要后悔 道长 请吧 先生 孩儿的病 走 忠儿 爹爹 爹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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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行 宠儿 取一个碗来 快 忠儿这次犯病不比从前 此次需要人选做药饮 方可奏效 母 母 母 父 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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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中二是一點這個 好吃弟弟 來 年兒 謝謝弟弟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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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是好人 倒数是坏蛋 忠儿 快请 先生救了忠儿 请受忠儿一拜 忠儿免礼 起来吧 来 坐 来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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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先生 先生 我们何不在这晨光中比武一番 李兄 请 余先生 李某得罪了 砍刀 李某得罪了 ML center 李某得瑞 李某得确了 李某得如想 孪兄 辛苦了 咱们改日再列 先生 李某甘拜下崩 先生 好剑法 好剑法呀 先生 真乃是文武双全 请坐 李兄过奖了 坐 先生 真乃神仙中人 不但病看得好 而且武功也决定的出色 不知先生对命理 可否也有研究啊 在下对命理的推算 自卫颇深 太好了 李某愿听先生指教 先生愿听实话 还是虚词 当然是实话 恕在下直言不讳了 你命本贵 但因太热衷一仕途 已被削减十之七矣 热衷仕途乃人之常情 银河鸣笛如此之重啊 先生细小 太热衷仕途之人 强悍者必弄权 弄权者必狠 而刚毙 而盈诺一些的 必然会设法供固自己的地位 顾位者必显而身 无论孤权还是顾位 势必心躁 躁 则相倾渣 相排挤 这一排挤 则不问人之咸鱼 而问荡之一同 不计事之可否 而计己之胜负 留必不可胜言矣 因其饿在残酷上 寿命当然要被削减 鹿还用说吗 嗯 企恶在残酷 寿命必然被削减 鹿还用说吗 姐姐 过来啊 哪儿去啦 哪儿去啦 我在这儿呢 你在这儿呢 你输了 当收罚 罚什么呀 我想想 先生 李某想请先生 常驻我家 以免给小儿应诊 诊病之余 言教小儿读书习武 不知意下如何 只怕在下学识浅薄 误人子弟呀 哎 先生不必推辞 李某看先生先锋道骨 学问武功俱佳 教小儿读书习武 只怕是大财小用啊 呃 这 先生不必推辞 就这么定了 既然李兄如此看重在下 于某 恭敬不如从命 凡一杯首唐诗 好吧 除和日当武 汉堤和下土 谁知盘中参 大笨蛋 历历皆辛苦 忠儿 莲儿 快过来 哎 来了 父亲 换孩儿做什么 父亲换孩儿做什么 啊 忠儿莲儿 从今天起 这位于先生 就是你们的师父了 来来来 快来拜见师父 嗯 拜见师父 从今往后 你们两个可要收收玩心了 嗯 愿听师父教会 请来吧 啊 快起来 哈哈哈哈 我说相公 你留下于先生娇小儿 为何不和我商量一下 怎么 夫人不同意吗 也不知为什么 我怕 怕什么 万一道长所言属实 在那一双儿女 他们 哦 夫人 只管放宽心 我看 女先生 不像什么妖 那我们去看看孩子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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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公 相公 夫人 怎么了 我看 看见 夫人 你看见什么了 还是早点休息吧 相公 还是让于先生走吧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夫人 不必担心 我们看看再说吧 睡吧 去睡吧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至于至善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再明明德 再明明德 再亲民 再至于至善 再至于至善 不革而后知智 不革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一成 知智而后一成 回来 回来 快回来回来回来啊 中二 一成而后新成 一成而后新成 新成而后 身成 身成而后 身成而后 中二 到 你说说 什么叫五格 什么叫支智 什么叫鸡子 一成 鸟儿叫什么 我听不懂 我在问你书呢 没有问你鸟 书 什么书啊 师父刚教完我们 你怎么没听见呢 你干嘛了 师父对不起我走神了 好吧 那我先跟你们讲个故事吧 嗯 嗯 你们知道大书法家王羲之吗 嗯 知道 有一次啊 王羲之在书房里练字 他的妻子把他最喜欢吃的 蒜汁喝馍送到了书房 把饭放到桌子上 可是王羲之连头都没抬一下 只顾专心练字 他练啊练啊 一练就是半天 嗯 他妻子几番催促他吃饭 他嘴上虽然答应了 可是手还是不停的写 那后来呢 后来呀 他妻子又来到书房 他妻子又来到书房 就看见王羲之一边不停的练字 一边大口大口的吃馍 吃得他呀满嘴乌黑 为什么满嘴乌黑呀 他妻子大笑起来 原来呀王羲之蘸的是墨汁 可他嘴里还不停的说 嗯 今天的蒜汁真香啊 先生王羲之真用功 仲儿莲儿 我刚才讲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 嗯 你们跟我说说 咱们要学习王羲之什么呢 嗯 学习他 学习他 学东西特别认真 对 对 不想别的 对 仲儿 你明白了吗 嗯 先生 先生 我明白了 做什么事情只有专心致志 一心一意才能做好 仲儿说得对 就要这样 仲儿坐下吧 嗯 你们继续跟我念 嗯 身修而后佳琪 身修而后佳琪 佳琪而后国志 佳琪而后国志 国志 国志而后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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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翻到下一章 嗯 今日我要回牙异士 三天后方能回来 我看余先生为人可靠 家政事可让他帮你治理 相公 要早去早回啊 嗯 嗯 我这就去托付余先生 买羊肉来 新鲜的羊肉啊 来啊 来看一看啊 我这羊肉啊 新鲜的羊肉 买羊肉嘞 买羊肉啊 买羊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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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新鲜的羊肉 怎么样 里边来摇摇 好 进来吧 来吧 这儿 走这边 余先生 家里没肉了 我买几斤肉 好 过来 走吧 三斤四两 高高的 怎么样 好 打个条吧 给 写四斤四两 对 对 对 还来 好 你怎么回事 我叫你跑 你们两个写篇文章 题目是学尔之之 你们明白吗 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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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买好了 四斤四两 请先生过目 鲜肉三斤四两 不对 是四斤四两 您看看 我不用看 那还有错 四斤四两 还是看看 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那可就是先生的错了 我怎么会错 那是我 是你叫卖羊肉的 写成四斤四两 对吧 不对 我可没让写 那些羊肉就是四斤四两 那一定是卖羊肉的 写错了条子 三斤四两 三斤四两 这怎么回事 刚才明明是四斤四两 这是 你们明白了吗 嗯 接着写吧 拿来给我定 能定给你 快把他们吃了 你就得到了 从此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你不是要痛开前妃吗 要从此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吗 天下